為了二十九號登場的演唱會 柯文哲加緊練習 繼續衝票 只不過現在卻被質疑演唱會 為排除國外或中港澳人士購票 疑似違反政治獻金法 還被綠營議員一狀告上監察院 館長陳哲瀚二十七號 還開直播自爆 自己會去柯文哲演唱會當嘉賓 但館長日前才公審開道上 條列柯文哲厭女言論的小女生 難道不怕嚇跑女性支持者嗎 話風一轉 則讚揚小女生 有勇氣 姿態放軟 畢竟仇女兩個字還成為近三天的 網路熱門關鍵字 包括積欠一點九億工程款 被批評留爛攤子 給蔣市府的北流也上榜 近期柯文哲更被綠營炮轟 北易中心二點三四億的調解賠償金 也沒還 櫻圖還可能是下一個未爆彈 柯文哲的SOP永遠就是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柯文哲對準心系 日前聲稱 日本自民黨幹事長跟他說 臺灣不可能加入CPTPP 結果被當事人打臉 柯文哲也反過來罵執政黨 從過去的政績接連爆出款項爭議 到被質疑外交失言 以及仇女言論持續發酵 柯文哲這回硬起來左右開工 或許也是因為真的傷到選情了 三菱旋 黃燕傑 周凱 台北報導 石頭 文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